小凡,你还是不是男人,只会偷偷拿我的钱,还偷偷卖我的车,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无耻的人。 大嫂,我爸就快不行了,你赶紧过来送我爸去医院,一定要记得把钱带上。 这是你找我干什么?我又不是医生,我更不想管你们家的这些破烂事,你还是给你哥和你妈说吧。 可是我们现在一毛钱都没有,怎么送我爸去医院啊?进了医院是要交押金的,而且我哥的电话也打不通,你还是赶快过来吧。 你们有没有钱,跟我没有关系,反正我是不会过去的,我就气死你们。 刘小敏,你胆子肥了是吧?我叫你医生大嫂,那是尊重你,你可别给脸不要脸,你还有没有心了?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,你怎么可以不管不问呢?难道你把我父母对你的好权都忘记了吗? 你还是赶紧把车开过来吧。要是再晚一点,我爸真的完蛋了,到时候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? 你父母对我好不好,我心里是一清二楚的,用不着你提醒,还有你大哥瞒着我给了你们多少钱,我也是一清二楚的,别以为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 我只是不说而已,现在你爸能有今天这样的结果,那就是报应。 大嫂,他可是你的公公,是长辈,你这样见死不救,如果我大哥知道这件事了,那你可就完蛋了。 你少拿你哥来威胁我,我不吃这一套,不管谁说都没用,我就是不去,而且就算你哥知道了,他又能拿我怎么样呢? 此时的婆婆听到儿媳的语气很坚硬,便开口说道。 刘晓敏,不管怎么说,他都是你的公公,他现在病得很严重,必须马上去医院治疗,无论咱们有什么矛盾都先放到一边,现在救你公公是最重要的,你抓紧时间赶快带钱过来,再晚一点就会有生命危险的,到时候你可负不起这个责任。 我呸,你这个不要脸的老太婆少拿这个来威胁我,我告诉你,你们说什么都没用,我是不会去的,你们竟然还想让我带着钱去,做什么白日梦呢? 我真是没见过像你们这样贪得无厌的人,我们家所有的钱都让你儿子偷偷地拿给你们了,你们竟然还好意思向我要钱,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们,就算我有钱也不会给你们的,你们死了这条心。 刘小米,你这个不要脸又狠心的臭女人,你还有没有良心了?我们对你那么好,你却见死不救,我儿子真是倒了八辈子没才娶了你这个歹毒的女人,自从你嫁到我们家之后,我们家就没有过一天安生的日子,整天鸡犬不宁的,就是你这个歹毒的女人给我们带来的晦气,我最后劝你一句,你最好赶紧把钱拿过来,要是因为这个耽误了你公共的治疗时间,你就得承担全部责任。 我还会让我儿子跟你离婚的,你可要考虑清楚了自己到底能不能承担得起这个后果。 好啊,这可是你说的,你可要说话算话啊,实话告诉你,我早就受够你们一家人了,我早就不想跟你儿子过了,你最好叫你儿子赶紧回来,我们马上就去办理离婚手续。 我说你们一家真够不要脸的,小凡拿走的二百多万都是给你们的,到现在了,你们竟然还想问我要钱,你可别忘了,现在你们住的房子和你小儿子开的车,还有你身上带的金银珠宝,哪一样不是花我的钱买的? 你们真的以为能瞒得住我?其实我什么都知道,我只是不说而已,你们一家人没有一个是懂得感恩的。 我每天起早贪黑的拼命挣钱,可是你们就像猪一样,什么事都不做,就知道吃饭睡觉打麻将,你们真是太让我寒心了。 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轮不到你来管,你如果再不赶紧过来,回头我让小凡打死你这个臭不要脸的。 既然如此,我现在就提醒你们一下,你们抓紧时间把我的二百多万还给我,否则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了,你别以为钱到你们手里了,就是你们的了。 我有的是办法拿回来。 你竟然还想要回去,做什么白日梦呢?实话告诉你,我儿子给我的那些钱我早就花没了,看你能把握怎么的,从你嫁给我儿子的那一刻,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 所以说,你的钱就是我儿子的钱,我儿子的钱自然就是我的钱,我花我自己的钱,想怎么花就怎么花,轮不到你在这里说三道四的。 你这个老东西还真是厚颜无耻,恐怕城墙都没你的脸皮厚,既然如此,那你就让你的老伴在家挺着吧,有什么后果你们自己看着办好了。 刘小米,你这个臭女人,竟然敢口出狂言诅咒我,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,真不知道你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。 竟然能做出这样离经叛道的事情,你以为我治不了你事吧?我告诉你,如果你不愿意拿钱给你公共看病,我就让我儿子把你的车子还有你的房子全部卖了,所得的钱全部给你公共看病,到时候你别后悔就行。 我警告你,如果你儿子敢把我的车子和房子卖掉,那我就立马报警,我会让警察来处理这些事情,我还会去起诉离婚,还要拿回你们花我的二百多万。 你儿子胆敢卖了我的车子和房子,我就让他去吃免费的牢饭,不信的话你们就试试看,我劝你还是考虑清楚为好。 婆婆听到这里就生气地挂断电话,然后立马联系了小凡。 儿子呀,你那个老婆也太狠心了,你父亲现在病得那么严重,都已经昏迷不醒了,他现在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,我让你老婆拿钱过来给你父亲去看病,可是他死活就是不愿意给,而且他还说了好多难听的话,都快把我气死了,你赶快给他打电话,让他带钱去交费,要不然你爸的命就没了。 妈这到底出什么事了,还要我爸他到底得了什么病,前几天不是好好的吗,怎么今天突然就这么严重啊,那你们还不赶快打120,让救护车过来接我爸医院。 对了,我之前不是给了你们二百多万吗,你们手里有钱,为什么还要跟我老婆要钱呢? 儿子,事到如今,我就跟你说实话吧,你之前给我的那些钱我都已经花光了,当时你弟要结婚,所以我就给你弟弟买了一套房子和一辆车,剩下的还给自己买了一条珠宝项链,现在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了,现在就你爸的命重要,你赶快去找你媳妇拿钱,要不然你爸就没命了,还有一个事,你老婆知道你给我钱的事了。 什么?他已经知道了这事,那现在该怎么办呢?你们把我的钱都花完了,我现在手里一分钱也没有,你们自己看着办吧,你说你们办的这叫什么事,难怪我媳妇这么生气。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,你就赶紧想办法吧,你父亲的病要赶紧治,不能再拖下去了依我看你就把你媳妇的那辆新车给卖了吧,当时他是一百万买来的,现在应该能卖个三十万,这样你父亲的手术费就够了。 妈,你出的这是什么搜主意?那辆车刚买半个月,主要负责外出接待集团业务用的,你怎么能想出这种办法来呢? 可是我也实在没有办法了,就你爸的命重要啊,管不了那么多了,那辆车不是在你的名下吗?这样就好办多了,你不用通过它就可以直接卖掉,你现在抓紧时间去把车卖了,再拖下去,你爸的命就没了,你自己也要掂量一下,到底是车重要,还是你父亲的命重要? 妈看你这话说的,当然是我爸的命重要,我当然要救我爸啊,我只是觉得这样做太不厚道了,有点对不起我媳妇。 儿子呀,咱们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了,现在只有这个办法可行呀,你真是我孝顺的大儿子,既然你同意了,那你就赶紧行动去吧,别忘了你爸还等着你的救命钱呢,越快越好。 就这样,小凡听从母亲话,以三十万的价格把车给卖掉了,然后就去医院交了手术费,第二天,小米用车的时候发现车不见了,她就赶紧给丈夫打去了电话。 老公,我那辆车是你开走了吧,你现在赶快给我开回来啊,今天我要去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,要谈一笔大生意呢,可不能迟到了。 小米,对不起,那辆车被我卖了,钱已经给我爸看病了,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。 张小凡,你这个混账东西,你把我害得还不够惨吗,现在竟然又一声不吭,把我刚买的车给卖了,你是不是脑子被门家了,你到底想要干什么,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了? 老婆,我也没办法啊,我爸这次真的病得挺严重的,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家里不管吧,但凡我有一点办法,我也不会把车卖掉的,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啊。 张小凡,你还是不是男人,只会偷偷拿我的钱,还偷偷卖我的车,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无耻的人,你是要把我气死才甘心吗?既然你的心里只有你的父母,那你就跟你父母过吧,你还娶老婆干什么? 老婆,真的对不起了,我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,反正你挣钱很轻松,你肯定也不在乎这点小钱,再说了,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,你就是再生气也没有用,大不了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,我保证以后所有的事情我都听你的,以你为中心好吗? 你还想有下一次,你觉得你还会有下一次吗?我不会再给你这个机会的,这个婚我跟你离定了,请你把钱全部都还给我,否则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了。 老婆,你是不是疯了,就为了这么一点小事,你就要跟我离婚,有必要这么小题大做吗?再说了,我不是都跟你赔礼道歉了吗?你就原谅我这次吧,我保证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 再说了,我们的孩子都已经八岁了,难道你真的忍心让他在单亲家庭里长大吗? 你给我闭嘴吧,我儿子有你这样不负责任的父亲,他以后也会学坏的,所以从今往后,我儿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 还有,我们的房子是我婚前我父母给我买的,属于我的婚前财产,现在车子已经被你卖了,那你只能选择净身出户了。 老婆,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,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?我真的不想跟你离婚,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,你怎么忍心说出离婚这样的话呢? 你竟然还要残忍地让我净身出户,那你以后让我怎么生活,你别这么对我好吗? 够了,你没必要在这里假惺惺了,你就是一个厚颜无耻的混蛋,你以后怎么生活,跟我没有关系,我没有让你把钱全部给我吐出来,就已经给你面子了。 你可不要不知好歹,你既然满心满眼都是你父母,有什么好处也都是给你的父母,那你就跟你父母过一辈子去吧。 小米说完这话就挂了电话,小凡非常的害怕,如果真的离婚了,他将会一无所有。 半个小时后,小凡赶紧来到医院找他的母亲商量对策,看看怎么才能挽回这段婚姻。 妈现在该怎么办啊,因为我把车卖了,小米她要跟我离婚,我能听出来她这次是认真的,妈,我真的不想离婚,如果离婚了,我将会一无所有的。 什么,你老婆也太狠心了,就为了这么点小事,她竟然真的敢跟你离婚,我看她是胆子肥了,但是想离婚也没那么容易,我们只要不同意,她就离不了。 让我来劝劝她吧,儿子,你放心吧,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。 说完这话,婆婆就给儿媳打去了电话。 儿媳妇,你真的要跟我儿子离婚吗?孩子都上小学了,你们就不要胡闹了好吗? 就为了这么一点小事,你竟然闹到离婚这个地步,没必要吧? 再说,你如果离婚以后,你就找不到像小凡这么靠谱的好男人了。 我呸,你还真是不要脸,这种话都能说得出口,就你儿子这样,还好意思说好男人,要不要脸了? 还有,我不离婚,难道等着被你们榨干吗? 我告诉你吧,这次我不但要跟你儿子离婚,还要把失去的钱全部都给我拿回来。 你做什么白日梦呢?你那些钱我早都花完了,怎么可能再给你拿回去? 幸好让我儿子早点把钱给我们了,否则你们一旦离婚,我儿子什么都没有,那该多亏呀。 刘小敏,我告诉你,既然你决心要跟我儿子离婚,那你的房子必须分我儿子一半才可以,还有你的商铺也要分我儿子一半,否则你休想离婚。 你们还真是会算计,但是你觉得可能吗?你这算盘还真的不会如愿的。 我实话告诉你,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,跟你儿子没有任何关系,商铺也是在我妹妹名下,跟你儿子更没有关系,我有一点我要提醒你,你马上就没有房子住了。 这下你开心了吧,我要气死你这个老不死的东西。 刘小敏,你少在这里吓唬我,别以为我不懂法,你休想忽悠我,是你先主动提出离婚的,所以我们必须要分到一半的财产,否则的话你休想离婚,到时候我们就耗着你,看你能拿我们怎么办。 看来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,人不要脸,天下无敌啊,你们一家都是不要脸的人,我告诉你,我不会就这么放过你们的,我一定会让你们得到应有的惩罚的,你们就等着法院传票吧,看看到最后哭的是谁。 小敏说完这话就挂了电话,三天后,小敏起诉婆家一家人,她请求离婚,她还要求婆婆归还二百多万的现金和一辆价值八十万的车,法院最后判决他们夫妻离婚,小凡净身出户。 从此以后,小凡再也娶不到老婆了,而因为没有房子住,一家人只能过着流浪街头的生活,小凡长子都毁清了。 你赶紧滚出我的家,我没有你这样厚颜无耻的亲妈,从今以后我们断绝母子关系。 儿子,你今天这是哪根筋搭错了,我可是你亲妈,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,我到底做错什么了,你要赶我走总得给我说个原因吧。 你自己做了什么你自己不清楚吗?还要我再说得明白点吗? 既然如此,那我问你,我放在抽屉里的五万块钱不见了,是不是又被你拿走了? 是啊,我打扫卫生的时候看到抽屉里放着钱,我以为那钱是你给我的零花钱,所以我就拿走了。 你想什么美事呢?零花钱会给你五万块钱吗?我老婆明天要出差,这五万块钱是留给我老婆的。 妈,我发现你的胆子真是够大啊,我放在抽屉里的钱你一声不吭的就给我全部拿走。 你知不知道你这行为属于盗窃行为,是犯法的你知道吗?既然钱是你拿的,我劝你还是赶紧放回去。 你而媳妇明天一早就要出差,到时候要是拿不到钱就有你好看的了。 可是儿子,这钱已经不在我这了,中午的时候我就已经把钱给你弟弟了,你弟弟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,日子过得太紧巴了,我真的是看不下去了,所以我就补贴给他用了。 我就知道是这样,从小到大你总是偏爱我弟弟。 而且你这行为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吧,自从你住过来以后,家里不是少钱就是少东西。 以前我还以为是你儿,媳妇拿的或者弄掉了,为了此事我们还吵好几次架了,我真是没想到造成我们吵架的源头竟然是你。 妈,以前你偷偷把我媳妇的名牌手表接着项链全部拿去卖掉,那些钱全部都补贴给你小儿子了吧? 这次你为了你的小儿子,竟然敢拿我放在抽屉里让你儿媳妇出差贷的钱,你满心满眼都是你小儿子。 你的做法真是太让我心寒了,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你的亲儿子了。 儿子,你别生气,也别赶我走好吗?妈向你保证,这是最后一次,我以后再也不敢了,就念在我是你亲妈的份上,你就原谅妈这一次吧。 你少在这里演戏了,每次都这样的态度,你让我还怎么原谅你?你自己说说,我都原谅你多少次了? 每次你都这样保证,可是事情过后你还是继续这样做,你让我怎么相信你? 妈,你是不是觉得你是我亲妈,所以就可以肆无忌惮无休止地触碰我的底线? 那好,这次我也不想再听你解释了,也不想再跟你多说废话。 你既然那么喜欢帮助我弟,那你就直接搬过去跟他住吧。 你在我这住了快十一年了,我也养了你快十一年了,现在应该轮到我弟弟养你了,他也是你儿子,他也有赡养你的义务和责任。 儿子,你别赶妈走好不好,以后妈再也不赶了,妈这次一定说话算话。 我不会再相信你的,每次你都是这样说的。 你在我这住了快十一年了,我和你儿媳妇对你够好了吧? 我老婆每个月还给你三千块钱的生活费,难道这三千还不够你花吗? 好,就算是不够花,也不可能一次性给你五万吧,给你三千块你每月也花不完啊。 你每天除了做饭买菜,偶尔再买点生活用品,你就花这些,平时生病和买营养品大多数都是刷的卡。 就这你还经常在我面前唠叨说钱不够花,叫我再多给你一千,不够花的原因就是你把我给你的钱全部给你小儿子了吧。 妈,我又不是傻子,你真的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?我只是不说而已,可是你却越来越得寸进尺了。 儿子,妈也没办法呀,你弟弟日子过得太寒酸了,我看着心里实在是难受啊,你们都是我的儿子,手心手背都是肉啊。 再说了,你的条件比他好,所以我就想用你的钱帮帮你弟弟,他真的太可怜了。 你想帮他我可以理解,但是这十一年来你帮的还不够多吗? 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一次性一声不吭的就拿走五万,你这样做我们还怎么放心让你继续住在我家呢? 你之前拿小米项链和手表去卖的时候,我都气得不行,是我老婆反而劝我说,你只是担心你小儿子,作为父母真的是不容易。 我们要理解父母,那点东西又不值几个钱就当做孝敬你老人家了,可是纵容的后果就是你越来越得寸进尺了。 儿子,妈知道错了,妈也是看你弟弟现在连个工作都没有,都三十好几的人了,连个老婆都娶不上。 妈看着心疼又可怜,我总是想着,等我老了以后,他一个人怎么办,只能等死了。 他有现在的下场能怪谁,只能怪他自己好吃懒做,不肯吃苦。 你自己说说,这么多年我给他介绍了多少工作,他每次都是干两天就不干了,不是太累太辛苦,就是觉得没面子,或者是觉得工资太低。 这就是所谓的高不成低不就,他也不想想自己的日子都过成这样,还这样挑三拣四的,大钱挣不来。 小钱又看不上,就他这样不能脚踏实地的,以后能独立养活自己都难,更别提成家娶媳妇了,谁嫁给他谁倒霉,就别呼喊人家姑娘了好吗? 说实话,他变成今天这样都是被你惯的,是你一直在背后补贴他,现在好了吧,他对你有依赖性,如果没有你的补贴,估计他都活不下去,更别说娶媳妇了。 你说他连自己都养活不了,怎么养老婆和孩子呢? 儿子啊,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弟弟呢?你们可是亲兄弟,他过成这样,你这当哥的就不心疼吗? 你弟弟他从小就耗面子,有些工作他确实干不了,你也不能强迫他呀。 你看看你,他都成这样了,我就说他两句,你就开始护着他了,还不愿意让我说他一句,再说了,我就不明白了。 那些送外卖,送快递的工作怎么就没面子了? 满大街都是啊,套自己的双手努力挣怎么就没面子了? 他堂堂正正气势男儿,自己不努力还问你要钱花,这才叫没面子好吗? 他身为儿子,不但不给你钱花,反而啃老花你的钱,他不嫌丢人吗?我都为他感到丢人。 你别这么说你弟弟,都是我主动给他钱的,你弟弟从来没有张口问我要过钱,他脸皮薄,爱面子,怎么会张口问我要钱呢? 你还好意思替他辩解,他多聪明啊,他当然不会张口问你要钱,可是每次没饭吃了就打电话给你,说他想吃你做的饭,你就会看到他的不如意,这样他的目的就达成了。 还有他每次见到我,就阴阳怪气的怪我会挣钱,说我日子过得好,很羡慕我的生活,还说他自己遇到困难了,他虽然没有直白的开口要,但是话里话外都是问我要钱。 按照你的意思,是不是说我听懂了,就会主动给他钱?他真的太能算计了。 他这种小心思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 小凡啊,你弟弟在你眼里就是一个这么不堪的人吗?不管怎么说,你们可是亲兄弟,你们就应该互相扶持,有福共享,有难同当才对。 好了好了,你也别在门口等着了,你还是赶紧去你小儿子家吧,以后别再来我家了,我回家后会把你东西收拾好给你送过去,以后你就跟你小儿子过吧,还能更好地去伺候你小儿子吃喝。 你小儿子也能天天吃你做的饭了,不过呢,我每个月会照常把三千块钱打给你的,你如果继续在我家住下去,我和我老婆的感情就会出问题了,搞不好就会离婚的,你也不忍心看你儿子离婚打光棍一辈子吧。 张小凡,你这真是大义灭亲啊,你老婆都没有赶我走,你这个当儿子的却要赶我走,我真是白养你了,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的白眼狼。 妈你儿媳妇是受过高等教育,以她的教养,这种事她是做不出来的,但是如果我不提前止损,等她忍无可忍做出此类事的时候就已经晚了,我又不是不管你,每个月还给你三千生活费呢,你就好好和你小儿子过吧,我可不能为了补贴你小儿子就把我自己的家庭毁了,你这样我实在包庇不下去了。 张小凡,你这个大不孝的混账东西,我这是造了什么孽竟然养出你这么一个不忠不孝的儿子呢? 妈你还是赶紧走吧,你再胡搅蛮缠也没用,我不能为了你就把自己的家庭拆散,我每个月给你三千的生活费足够你生活了,你就为了儿子考虑一下好吗? 就这样,不管母亲说什么,大儿子就是无动于衷,坚持让母亲搬走,最后母亲无奈之下只能搬到了小儿子那里了,可是小儿子整天在家什么都不干,整个人都快废了,她只能当起了小儿子的老妈子,照顾她的饮食起居,在这里真的不得不感叹一句,小儿子能有今天的下场,都是她这个母亲灌出来的。